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吉打的项羽山 腾亨的林明山 当然还有槟城的升旗山 830公尺高的升旗山是槟城的其中一个著名的地标 但是从去年2月23号开始一直到今年的4月25号 缆车修复计划一言再言使得这座地标消失了一年多 在升旗山关闭的这14个月期间 影响最大的就是升旗山下的小贩了 以前的升旗山外口游客比较多 现在就减少很多外国游客 以前较多人买 现在只有一些做工的人在这里买 多少都会有一点点 因为现在这边在装修嘛 没有什么游客上来的 这段时间不开心的不只是小贩 一些远道而来却铺了个空的游客 不只失望还有一些愤怒了 我希望你们尽快修 而且如果你们修不好的话 至少在机场的地图上 你应该标出来 缆车在维修 现在还不能去 这样的话 我们来就算白来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像你的巴士司机 你都可以跟他说一下 打一下 宾城山缆车在维修 不方便去 这样我们游客一看 在维修我就不会来了 这样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 我觉得你们政府有很多细节都可以做 不太人性化 在缆车关闭期间 吃了闭门羹的游客满肚子气 让滨州的旅游业受到打击 这问题该归咎谁呢 目前的整个缆车的复兴的计划 是由联邦政府旅游部 出资6300万 然后由工程部执行的一个计划 那升旗山缆车是20年代 1920年代的时候建好 那1977年的时候有换过缆车 可是轨道没有换过 那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第一次重新把整个轨道换过 然后把缆车换过 时间的掌握主要在这个工程的承包商的掌握底下 所以州政府在这方面也比较难决定 什么时候开放 什么时候不开放 那整个计划是由这个联邦政府掌控 负责缆车修复工程的单位 就像是多头马车 让升旗山迟迟不能开放 从图表看来 一开始是旅游部和宾州旅游记文化委员会 两个单位共同承诺 要在去年9月28号完成 结果一起落空了 后来 宾州工程基本设施和交通委员会 预计去年的10月底要重新的开放 但是也失败了 接着 升旗山机构监督委员会承诺了两个时间点 分别是去年的11月以及今年的1月 唉 还是不行 再来 宾州工程基本设施和交通委员会承诺在2月中 或者是2月底完成 结果呢 还是开了空头支票 最后 旅游部承诺今年3月可以启用 但是还是让人空欢喜一场 游客引颈长判之下 缆车终于在上个月25号启用了 寂静了14个月的升旗山 恢复了以往的升旗 但是 重新开放后的升旗山 真的比以前更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